除夕到十五 什么才是吃不腻的呢 饭桌上重现出 怎样不同的伤害 真实的25小时即将播出 除夕到十五 什么才是吃不腻的呢 是那些记忆中的美味 他们总是和吃不够的 记忆连在一起 一口口起来好累 两斤油 四个人一口 累了 碰一口口起来 一面没了 这个灯了 这个我生生的 那个米糊 地老下轻轻 这个嘛这个 我有理想 我来过来吃不吃 哎呦我听到这个 天我哭了哭了 我来来百分 我不是鬼祖 饭桌上呈现出 怎样不同的上海 真实的25小时 即将播出 用24小时生活 第25小时思考 我是李磊 节日里 无论您是和家人团聚 还是和朋友小聚 餐桌都是表达情感 烘托气氛的必然选择 可是如今 从年夜饭到元宵节 过往的家常美食 似乎诱惑不在 餐桌上的鸡鸭鱼肉 又像回到了30多年前 他们常常 从中饭的餐桌 又转移到晚饭的餐桌 从今天的餐桌 又端上明天的餐桌 而餐桌上的鸡鸭鱼肉 见证的 却是我们从 看来看去不能吃 到看来看去 吃不下的变化 民以食为天 这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 早在攻打上海前 就为解决上海 400万人民的吃饭问题 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记得呢 那个时候是这个 很短的时间 就组织了 那时候它是叫 华东 华东 这个治签委员会 通知了 那时候就是老解班区了 组织了就是 武县 云西口 有四个城市 把这些粮食 运到上海 用掉了 这个14400万 400多万金 不久 新生的人民政府 又接连三次 击败了粮食投机商的捣乱 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就一举结束了 旧中国 12年来 粮价飞涨的噩梦 以后 上海广大劳动人民 开始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当时的上海 物质供应比较丰富 物价也比较便宜 这给当时的居民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这一切 一切 一切 一直到达 一切 还能让我 云造成一定的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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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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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买了一肯的米粉 这一肯一肯一肯 这一肯一肯 一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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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肯一肯一肯 一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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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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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肯一肯一肯 然而历史的车轮 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前行 1958年工业大炼钢铁 农村大办人民公社 连礼笼也办起了居民食堂 经济发展比例开始失调 城市的供给变得紧张起来 对于那个时代吃过的食品 在街头问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一问三不知 结实了 城市 中央一肯一肯会 G flash 蜜蜜 怎麼那麼臭香 伊拉克蜜藻好久沒有吃過了 像現在這個蜜藻一樣 這是比較光有 開上去有光鏈了 那個時候好像我們中國的 我們中國的那個物質很匱范 很多都是從那個國外進口的 那個時候我們知道 一個是古巴紅塘 伊拉克蜜藻 蜜蜜是一種在春季播種 夏天收穫的早稻 它生長期短 而產量較高 蜜蜜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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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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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裏呢 一個洋西蜜 蜜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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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就排起長隊搶購 不久所有的東西都開始平票供應 從新年開始中央就下令了 你看著是用計劃供應 所以當中的話叫通購通銷 對居民的採取計劃供應 當中票整的一公里是有九大賴 有這四個等級 相當比方說你進行 那麼這個人就腦力勞動 這四個時間是全體力勞動 這個人說你的最困難的 幾個年的最困難的 到時候人說沒兩票是不能省外 兩票比一個鈔票還要做你的 如果有鈔票沒兩票嘛不這麼急 就兩票應該給你 第二個一輩子你應該給人家 人家是老盛看老盛看 當時上海一個畫家 人家創作了這幅文明全國的油畫 節約糧食成了家家戶戶的大事 這幾個我可能是一幾個就是表現 我撐個我一幾個就對 一沒有就超過表現 那就是到月底洗得就是明明 來吧出來 這幾個來啊 來啊 給你幾個就好了 等我幾個就好了 來啊 給你幾個就好了 來啊 給你幾個就好了 來啊 給你幾個就好了 這幾個就什麼人開始用氣啊 這幾個嘛就是實際上人開始用氣 就是定義平良人開始用氣 啊啊啊啊 這個營墓去 那個營墓這麼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每人每月只供应半斤油 楼阿姨说起妹妹打碎油瓶的故事 至今刻骨铭心 就领寄到出去骨铭 那么有种日期刚刚就是骨铭了 好了 旁边一把大小时骨铭 这个锤子骨铭 这个骨铭我估计骨铭还是骨铭的 好了 把骨铭去烤骨铭 烤骨铭很热 两斤油 这个骨铭也烤骨铭 没有烤骨铭 这个灯铭 这个米糊 这个米糊最轻轻 这个骨铭铭 这米糊最轻轻 征弄了酵肉铭 这个米糊ul 所以只要全部衣卸 来 Whitman 只要整幾部 很容易 它凉掉礼��� 2個油上面的 八定粹 sad 它继续 就油 forest 上面 一九六一年时 每人每月只能发到二两半肉票 一年等一回 人们只有在吃年夜饭时 才能看到大鱼大肉 杨浦区居民曹正林一家的年夜饭 就是如此 一家的鱼光了 当着车子吧 这个鱼不好懂啊 鱼有鱼 对吧 这个鱼不好懂啊 那么 一家的宿舍 就两只宿舍 一次宿舍到两只宿舍 就是鱼 别跟我们车辣 那么那一家看 哎呦 今天是你车辣 今天要放开链 拿钱 拿钱 那么那一家就拿鲸鸟 这个鲸鸟是长了大鸟 那一人我就问一下 是老长老长鸟 那么老长了 那么大鸟就提醒我 我说 结合啊 这个我还是泡泡脚的让起来 我估计是一些些人不光 估计我们没机会 估计它十分钟到十分钟都不光 这个老长鸟离躺着没有了 十五千块 那么那个鸟 因为我鸟了一下 这个鸟是一车辣一车辣 哎呦 明天又累一鸟啊 那边呢 那时候呢一十鸟鸟 鸟上鸟 那么那鸟呢就多鸟上鸟 鸟上鸟 当时那个鸟呢是六框的鸟 这个六框的鸟就举了把鸟掉了 那个鸟买法马上射进 横行啦马上射进 啥不框的 那鸟就干嘛 你看那鸟子有鸟了 那结果鸟子的那鸟 没有什么样的鸟 鸟子那个鸟 7月7月没有送牛的鸟上鸟 都鸟上鸟去 那么鸟进去 那么中了 你出院嘛 中了鸟鸟嘛 那么那鸟鸟 那么一来就干嘛 那么肯定了 这么干嘛 哎呦 那鸟啊 那鸟啊 那干嘛 那我鸟啊 那我就鸟了 没了法 那刚才鸟啊 我这个鸟鸟鸟 你看了吧 缺吃少喝的日子里 我们总记着这样的对白 会有的 都会有的 面糕会有的 远离亲人 一代人上山下乡的经历中 粮食带来温暖的记忆 买菜要趁早 选菜要果断 多少主妇在菜场里练身手 你从哪里来的 我是海岸的 江苏海岸 用来多少只鸟啊 今天这一块 大概用来一起都在 土鸟 土鸟曾经这样丰富 饭桌见证怎样的上海 真实的25小时正在播出 我们总是忙忙碌碌 常常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 可是 我们会问自己 为什么而活 为一去不复返的过去 为被现实消磨的理想 还是为那未知的将来 也许 我们依旧一无所有 但 这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终将找到内心的准则 我们的生命 就是以那不断出发的姿态 能够重生 这是我的人生 我必让它自由 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人生的领导者 成为自己 永不延弃 和亲自的一身 如果你愿意 我必让它自由 这是你 我必让它自由 我必让它自由 你愿意 我必要 你愿意 我必要 我必要 我是喜欢准备为巨无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早点的美 爱上早点的胃 爱早点 同样的食物放在今天 人们穷尽各种方法 实现它在色香味上的不同 香菜 粤菜 本帮菜 中式西式 休闲式 其实要打动的已经不是人的胃口 而是舌尖上的味觉 而同样的食物放在过去 人们也穷尽心思 一顿粮食如何吃一天 一滴油如何点香一盆菜 油水越少 饭量就越大 粮食不够吃 只好刮菜带 即使是一只老南瓜 当时也要分成几顿吃 内瓜 我在阿拉伯干了 内瓜要放几顿吃 一切 七磨 放四顿 五顿 所以说的 内瓜 一整内瓜 把米粉上门 最不少了 没没有药 一个人吃的鲜味道吃 我最烈的 我说内瓜没吃东西 我听到这个 听我 哭哭哭哭哩 当时经常播放的苏联电影 说出了人们心中对温饱的期盼 不要难过 不要哭 会有的 都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 为了解决不够吃的难题 上海大力发展海洋捕鱼业 在猪肉供应最困难的1961年 实行鲤鱼带肉的特殊办法 与江海征地向荒滩要粮 上海动员了十万多人到崇明 围海造田 几十年过去了 当年的维肯战士再次来到曾经占天斗地过的地方 现在到的地方就是你们当初来维肯的楼湾区的宣布上的场路 当时的一部纪录片留下了啃荒队员的身影 新来乍到他们立即投入了维海造田的繁重劳动 与江海征地向荒滩夺粮 啃荒战士们在陷到膝盖的淤泥档中 不怕芦苇根刺脚 各个信心十足 干净冲天 你把你漏水了 你已经落空了下来了 要下血水了 结果根本没离花血水 它都漏了 那么一个人发布了 它拿开来的 更浓了 说王子 等于是说王子嘛 说王子 不弄一块没错 这都出来不弄 那么弄不一一不一 这水 水到这个棍地弄 你像那个上 这就扑起 让它扑起来 比起太阳气就困了 就是当年住起来就压力想多了 还是能够休息 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如今苍苍白发留下了历史的印痕 激情燃烧的岁月 留下了朗朗上口的唯肯之歌 是一样的情调 我你都是让黑人种上黑大宗明 让那宗明打扰把黄地开坑 我用共产的 我用鸡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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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呀 把放下来到中年的鸡鬼的 要把他宗明弄上 结实得更美丽 我用鸡鬼的 这些唱的 这个 这个是整个阳流情调的 好 好 好 我们是路边区的 啃荒队呢 那哈雨那哈 像黄田耀亮 是大聪明的 阳阳流情 十万维肯大军 只用两年时间 就将二十三万亩荒滩变成了凉田 一个鸡蛋带来的快乐和等待 我们今天难以体会 等待是那段日子所特有的 菜是有时令季节的 鸡鸭鹅也是在农家田园里自然长成的 江河湖泊就是天然的鱼汤 正是因为餐桌上的这些食物 都需要等待计划 买菜也一度是早早出门 及时下手 菜烧得好不好还是后话 买不买得到称薪的原料 更考验着上海的主妇们 为了市民的温饭 市政府向海外进口了大批小外 上海人开始家家户户学做面食 可如今寻觅蒸笼已是一件难事 在1961年后的三年时间里 上海每年进口的小麦多达五十多万吨 居民口粮有五分之二是面粉 当时人们常去店里 买四分钱一块的鲜酵母 用于发酵面粉蒸馒头 不过由于粮食紧缺 人们常吃的东西并不是干的馒头 而是各种稀的面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上海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那供应紧张的岁月里 春节时回护探心的知青 成了特殊的年货采购员 他们所背回来的农副产品 使家中的年夜饭出乎意料地 变得丰盛起来 几十年过去了 早已回到上海的老知青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 还是津津乐道 这就是黑龙江的八十土 对吧 这怎么也不死 我老是关了你的那边 姑娘去的沙堂之路 我现在有个之路 我去的女儿老后 我去打回来 就成一天 经常我上海的民族 马上就回来上海了 后出马上就回来上海了 就自己外面老表情嘛 可以了 打回来 打到上海了 你跟子女兒不夠熱 鼻上角又好去叫個人熱血 我跟人說我要學得像石頭 石頭大石我沒有女人的 這女人的球是我農藝 這女人的網路 而且這女人的農藥耕香油 油大量度 素油的 素油是素? 素油啊 素油我兩種油 素油就乾我來清 Mary's Scratch 我來清水乾我來清濃 因為我們有經濟的 有交通沒有密的 對 就 開刀過來 偷拿去開鍋 那就來 又來掛了 你該開老闆中了罷了 因為我來以後 法定的理由都當然了 鬼讓人家去 鬼讓人家去跟人家 他因為在手上都不 偷拿去過了 鬼讓人家去 跟人家說放心了 阿拉格勞表相當好個性 沒他 對吧 因為我們是高雲 我們上來加布勞表 上來 一個加布勞表 我們上來 加布勞表 阿拉格勞沒加布勞表 我已經跟勞表得上去 你住了 老闆 有 有 阿拉格勞 這大氣 我跟人家 那些人家加布勞表 絕對為了 為了 金魚做勞表 那些人家加布勞表 那些人家加布勞表 沒辦法了 回來了 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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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部拍攝於 改革開放前夕的紀錄片 他真實地記錄了 當年的上海老百姓 到菜場買菜的情形 張阿婆清晨五點半就起床 在天還沒亮之前就趕到菜場 當時國營菜場的供應還比較緊張 許多東西都要平票供應 菜的數量和品種都比較少 往往開城後不久就全部賣光了 當時買肉也要平票供應 張阿婆必須先給肉票再付鈔票 才能拿到自己買的豬肉 張阿婆買完菜正準備回家時 突然菜場運來一批 無需平票供應的海魚 這可是難得一見的緊鞘商品 張阿婆立即轉身 加入了蜂擁而至排隊爭購的人群 張阿婆很幸運 終於買到了自己想吃的魚 當時有一條電視新聞報道過類似的事情 居民們在排隊購買憑二月份魚票供應的鮮大魚 排隊的居民說 好久沒有買到這樣新鮮的魚了 來的晚些的居民十分懊惱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了祖國大地 物資供應有所改善 老百姓的餐桌開始豐富起來 1979年上海開始恢復開放農貿市場 鄧小平同志曾經在1983年視察過的 焦州路農貿市場 可以看到各種新鮮蔬菜 歡蹦亂跳的魚蝦 上海居民久違了的活雞活魚 終於又見到了 原來要在節日裡憑計劃才能吃到的東西 現在可以隨到隨買經常享用 你從哪裡來的 我是海岸的 江蘇海岸用來多少隻雞啊 從那時起居民的年夜飯變得豐盛起來 20多年前拍攝的一部紀錄片 紀錄了一家居民吃年夜飯的情景 你是不是去打的 具體的哪一部人家已經記不清楚了 大概是個中網子 你想有個天井 大概是個中地方 這包的 為什麼選在這裡呢 當時我們拍了芋圓 那隔壁就是芋圓了 芋圓就這裡 大概外國人穿過了芋圓 還到老百姓家裡去坐著吃頓飯 那樣都是有的 天井裡頭呢 買了一些辣梅 這個鏡頭搖進去 也是新春喜喜洋洋的氣氛出來了 菜呢 有的是他們買的 我們也給他們堵住了一些費用 我們這頓飯就豐盛了 聽長輩說 那些年裡 在肉鋪和飯店工作 是一份令人羨慕的職業 但凡買肉的時候 都盼望著大師傅能刀下友情 給自己多一點好一點的肉 這什麼都平票 樣樣要計劃的日子 想想真是捉弄人折磨味 1988年開始 上海市政府把豐富居民的菜籃子 當作民生工程來抓 國家向農民頒布了許多優惠政策 大大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農村菜地面積一再擴大 新建的大型養雞廠 養豬廠 奶牛廠 使農夫產品的供應量 有了突發性的增長 以豬肉供應為例 上海人在1988年一天所吃的肉 比1961年時一個月的供應量還要多 改革開放後的十年 是上海居民大補油水的十年 當時餐桌上最受歡迎的是 大魚大肉 全雞全壓 春節時吃的是豬油湯團 送的是奶油蛋糕 人們仿佛要把以前二十多年 所缺的油水通通補回來 電視節目開始關注普通百姓的日常飲食 45集大型電視片《學燒中國菜》 請來明廚教大家燒各種菜養 製作各種點心 《學燒中國菜》節目成為居民 邊看邊學的收視熱點 本書 像《學燒中國菜》 這本書就當時配套出版的 這個書出來以後 僅僅上海這個地區 發行了二十幾萬次 當時播出以後不久 連播了一個半月 後頭又重播過 就到春節了 當時這個書呢 可以說一書難求 到春節的時候 就有一些人就出來 帶一些其他禮品 有好幾個地方 好些人就把這個 作為一個新過聯的禮品 送給自己親戚 上海的餐飲業迎來了百花齊放的年代 國外的餐飲企業紛紛來上海投資開店 美國山德士上校 是最早進軍上海餐飲市場的先行者 廣東深圳喝澡茶的南國之風也吹進了上海 風靡一時 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紅極一時的紅房子西餐館 煥發了第二春 成為當時的時尚飲食 上海首家麵包房 靖南麵包房生意興隆 門前排起了長隊 上海人習慣的早點 大餅油條吃飯豆漿 四大金剛漸漸的萎縮 暖棚裡四季長青 可我們又懷念什麼季節吃什麼的日子了 吃不飽是煩惱 吃得好也是煩惱 吃得好也是 吃得好,吃得好 吃得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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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吃飽到吃爽 滿足的不再是餵 而是對美味的渴望 飯桌上的上海 真實的25小時正在播出 吃得好吃 吃得好吃 吃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姆 完美下午茶 就是要好吃配好喝 必顺客下午茶套餐 29元起 有吃有喝 想怎么搭就怎么搭 还有免费试杯 有吃有喝 下午茶更完美了 头发受损时 会变得干枯毛糙 甚至大节分叉 你不得不把头发扎起来 新生级多酚 含脚蛋白复合物 深入渗透 帮助补充蛋白成分 修复损伤 柔顺一处难忘 再也不用扎起来 不惧损伤 竟想绣发柔顺乐趣 多芬 这里打造零损伤绣发 独一无二 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需要展现 闪耀绣发的魅力 来自全新历史 创新配方 含石虫渗透因子 帮助修护绣发 绽放光泽 闪耀迷人 历史 让我享受 绣发闪耀的魅力 闪耀 因为新历史 全新好食真纹巧克力 送给真爱的人 浓囤巧克力 与柔滑软心 包裹整颗香烤真人 送它 也要送自己 好食真纹巧克力 真滋味 真心意 在今天过年更多的 意味着一种气氛 人们再也不必等待 在这一天吃到想吃的 也不需要早早的准备年货 菜场照常开门 超市天天营业 只是在那些四季长绿的蔬菜 那些人工饲养的 鸡鸭鱼肉的背后 人们又有了些 对过往的怀念 1996年 上海从国外 直接引进两套 现代化的 大型温室暖棚 可以一年四季 生产各种新鲜蔬菜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 随着现代化 高速公路网的建成 蔬菜经营的彻底开放 每年有上百万吨蔬菜 从全国各地 涌入上海 上海老百姓 无论在严冬 还是在酷暑 一年四季 都能吃到新鲜的蔬菜 就能買菜 随身促远 想麻烦要 antioxid 但是复苏 总结结果 广团 � gen único 生以后 就一颗大头菜了 一般都是叶子都特别老 中家呢干脆没有东西 就是个大家大红花似的 那还三分钱一个人 那跟这样没法比 像罗门呢要买的时候呢 一般的这个不能买的 要买多少买多少 一般的要多少呢 给你规定的 每一家一个人呢三分钱 然后要多少切多少 所以现在比呢 确实是没法比的 生活好多了 历史的一个刚才来说 不要学到吧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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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家都是有份的 买一张要撕一点 买一张撕一个卡都有号 买完以后给你撕去 再买就买不到了 在长了 俄罗有个一张小铁卡 是小铁卡 俄罗有个一张小铁卡 俄罗有个十个年 十个年是小铁 俄罗有个年是独铁 对吗 小铁和独铁有啥区别 那哪个区别 一个独铁一个手铁 一个手铁 那家是刚刚给你打步的吧 去买一个豆腐买一块 一罐了一块个豆腐 结果先给你了 这个妈不愧 俄罗 俄罗 那妈去别 谁去 八十年代初 要吃牛奶必须 平卡订购 这些牛奶卡 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后来因菜篮子工程的实施 才突破了牛奶供应 长期短缺的瓶颈 今天您可以在任何一家食品店 尽情选购牛奶 可是在当时 这是一件难事 原来就是买西瓜嘛 反正是你住院的话 开个证明 或者是叫人医生给提 才买得到 现在你什么时候想吃 什么时候就都有 现在确实是各方面都好了 现在是想买什么 各时都有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到餐馆吃年夜饭成了时尚 以往围着锅台传的家庭主妇 只要坐在餐桌前 轻轻松松地点菜就行了 今年在浦江两岸 有五百个家庭在这里大团圆 共同除旧迎新 一起吃年夜饭 数百个家庭 把年夜团圆饭放到了一起 那种热烈 轻松 欢乐的气氛 是单家独户 无法比喻的 如今一些环境好的餐馆 年夜饭的预定越来越早 两月宝宝 你也要不要吃过来 这就顶尾了 这边看见 在你身边 就要吃你自己 你也要不要吃过 马上就顶尾 你也要不要再顶尾了 国际化大都市的步伐不断加快 上海人的餐桌也日新月异起来 各种风味的餐厅酒楼 在深层街头不断涌现 人们不再满足于品尝 中国的八大菜系 法式牛排 日本料理 韩国烧烤 美式快餐等 成为上海市民 外出就餐的新选择 上海正在成为一座 文明四方的美食之都 过去是苦于油水不足 现在却为营养过剩而发愁 楼家婆正在为自己外孙的 肥胖问题而操心 什么都给我的剪 剪一剪到来 我会不会剪 您请死人家 他好来 不能先趟我的人家来 搁水 然后请死去 趟只好手 他得正常 我爸就过来 能给我吃得好呀 我爸不能吃得好 能吃得到我 是该要当心的 他跑过去 小时候 给我来 来了给我 因为你来 你跑那么就来 来那么就赌钱 赌钱就跑 大概三 半年 一百 一百五十 公鸡 公鸡 对 我很重 我很重 大概 我觉得 如果我在这个健 我给半年 然后我一百 捡到一百公鸡 对 我喜欢 我喜欢你 许多人因为吃得太好 而发胖 如今减肥成了社会的 一个热门话题 许多人为了保持身材苗条 而减肥 减肥也成为一种时尚 开始嘛 肯定什么都试过 我觉得我像神龙士一样 所有的减肥药 我都尝过 然后去过各种各样的 外面比较著名的一些 减肥的那种机构嘛 偷偷去过 结果都没什么用 然后就饿呀 不吃 不吃总归可以瘦 可以瘦 不吃的话 大概瘦了有七斤 后来又反弹回去 外面的美食 是挡不住的诱惑 但又不得不来此 锻炼减肥 虹桥的那个 日本的烤肉 很好吃啊 然后新田厅的 泰国菜也不错 还有那个彩蝶轩 还有这边楼上 有一个翡翠也不错 可以试试 很好吃 吃了就来锻炼 以前一般都喜欢吃热 吃鸡吃鸭了 现在都不一定的 以素食为主 多吃一点蔬菜 新鲜的蔬菜 新鲜的水果 观念在变 以前是觉得 吃大鱼大肉 可以让这里 过得好一点啊 这样 其实过得好一点 不需要吃大鱼大肉 现在吃了很多人 他进去上学 他说我要一些健康 健康的运动 对不对 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啊 比如说健康吃 他就会分析 不一定大鱼大肉会 好 对 很多东西 像这些粗粮啊 广告上都有 那些东西才会很健康嘛 对不对 如何吃得清淡 吃出健康 是报刊杂志的聚焦热点 也是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 刘阿姨的家庭是个大家庭 尽管重口难调 却特别讲究 吃得健康 吃得健康 营养师也走进小区 成为百姓的饮食顾问 脂肪在体内产生能量高 所以它是高能量膳食 高脂肪膳食 牛奶奶能吃喝比较好 我动员吃各个百姓的饮食 我已经连了牛奶 还是空风吃喝 还是搞各个其他的食品一起吃喝 所以这主张就是晚上喝 这个血盖比较低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喝牛奶 牛奶的盖就充分的吸收和利用 吸收和利用率高了 那么上海自然学会提出膳食结构 调整膳食结构16脂肪针 就稳定粮食 保证蔬菜 增加奶类 调整肉食结构 现在上海人就是吃的观点 好像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好像是要吃饱 现在好像是要吃得好 吃得鸡 吃得有特色 我不吃肉 我不吃鸡 人家烧鸡 不吃表达的不仅仅是拒绝 还意味着选择 吃在根本上是一个温饱的问题 而在温饱不再是问题的时候 吃有了更多的选择 二三十年来 我们不再为吃算计忍耐和等待 美食的诱惑也从胃部移到了舌尖 回头看看 对于吃我们总有感慨 却是不一样的感慨 上海的话真的是 什么都有的东西不对 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得到 比气急 以前爸爸妈妈那一辈 或者说更远一点 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话 我们当然生活的是 非常的幸福了 应该说 因为吃的东西美食 实在是太多了 太诱惑人了 我比较喜欢的 像什么小吃一条街 打一个通关 从头知道我最爽的 上海市民的餐桌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基本温饱 到六十年代初的遭遇天灾 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逐步丰盛 再到九十年代想吃啥就有啥 新世纪更是要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